其實我覺得 公布官員對很多人來說 它只是一個民宿利益 今天可以看到它精神的實現 而且可以看到它很立刻的表現 我覺得這是一種 以現代觀眾來說 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經驗 過期我的時代 也是隨它公布電台的感受 那是說 也是一個官員 小時候也接到我們爸爸去公佈電台 看他在講過 聽他在講過 那麼今天看到王老師 可以將所有公佈電台的歌詞的精神 來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很難得 很要緊的一件事就是 台語文化的精神到底在哪裡 我們常常在說 這個歌詞要做 要讓觀眾聽到 在家裡也好 在等他也好 都要很清楚 但是永遠深受這個能力 這當然要有很多經驗的理解 還有就是說 台語文化的精神到底是在哪裡 是要讓人聽到 還是要說一些很艱辛的 很艱辛的一個技術 要讓大家一定要去考慮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大家需要十個好處 那今天看到王老師 他做這些 保留這些文化下來 非常感興 因為這都是過期以前 我們在聽公佈電台時 很吸引 非常吸引的一個台語文化 那麼這也是我希望說 老師也要有機會 可以在一個很多地方 不一定說是好風 不一定說是一個更衣 可以來做提供 讓大家不斷可以了解關心 而且對到台語文化 可以更加親愛來實在他 而且很簡單可以說 這才是我們提供一個 很重要的真心 親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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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愛你 對 我們不斷 來吧